你覺得你比較弱的一面 你會願意給誰看得到 你這個問題很有趣 老師經常說 你要願意給你最脆弱的一面 給觀眾看 這樣才好看 一個演員的責任性是最珍貴最好看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偉大 是你這樣問 我才這樣想 因為的確一個很困難 很… I can do anything 而永遠都拿出這面出來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看 我在想 我和你的工作很不一樣 因為你會用你的真實性去演活你不同的角色 而我其實我的工作 如果你用一個演員 我就是演好我是一個總編輯的角色 所以我會分到我是真實面和工作面 但對於你 你演員是你的職業 亦是你的生命 所以你未必有像我那樣的想法 這麼清晰地去Defensiate它 你知不知道 一個人住 經常都會在家裡跟植物說話 今天出門口之前 我就問阿盆 喂 幫我看看我的裙子行不行 這個年紀要找個鬚眉 真是很難 那你叫我不會穿這麼多褲 幸好你不會笑 如果不是 我真的以為我自己得回一些嘻嘻哈哈的朋友 那你每一天會做什麼去提醒自己去Be Present呢 我會做冥想的 我每天都會冥想的 那就是好像很微小 很小的事情 但都可以讓我找回自己尋回當下 這是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就這樣說其實是很可愛的 我會說謝謝 因為裡面有幾多個不幸運的活動 其實我們不會知道 但是正在發生的 一個小小的一個 thankfulness 即是說謝謝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說很可愛 你怎麼說謝謝 不會啊 我沒有管道歉 我想說這些事情 我是從心出發 享受每一個當下 這就是我 我經常提醒自己的事情 我想問問你 你的工作的時候 跟你不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會說 沒有什麼 我不會說 我工作模式和放鬆模式分別很大 因為工作模式的我 都必須要見到放鬆模式的我 我覺得 嗯 這樣才會找我 為何我問這題目呢 因為可能 都是有一個反映我自己的狀態 我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要面對很多人 說很多話 但不工作的我 我可以完全不說話 我只看書 這個樣子 我未必會帶回公司 或者帶去我工作的場地 好可愛 是啊 我需要me time 有一天在Instagram 看到有一個 你為什麼要一個人的投票story 喂 我也有投 那你投什麼 嗯 一個人吃飯 容易穩偽一點 你呢 化妝可以化久一點 還有 一個人看電影 哭就不用怕被人見到 說話不用戴口罩 以前覺得一個人好像很奇怪 但原來是最舒服的 你做過最 你猜不到的一個人會做的事 是什麼 我會自己一個人 搭一場很長途的巴士 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純粹去那裡拍照照 就搭車走了 這件事很浪漫 我想我是試過去旅行的時候 沒有編到任何行程 在京都搭巴士 然後搭到一個地方 我不懂的 因為這件事是 你一個人才能做到 你才有那個很 adventurous的心態 是 那哪個選擇最多人選擇 不想強行融入 那是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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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